我的米饭是披萨味的 我的米饭是汉堡味的 我的米饭是奶茶味的 行吧 让我尝尝 给你 行吧 根本没有味道嘛 嘿嘿 你再尝尝 佩佩 明明就吃普通的白米饭 三个人一起骗我 我要找他们算当去 小雪 三包辣条 谢谢老师 大宝 五包辣条 当然了 谢谢老师 平常妈妈都不让我吃辣条 这次可以正大光明吃过瘾了 黑暗魔王 六包辣条 我的辣条是最多的 老师怎么走了 还没给我辣条呢 为什么你们都有辣条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学校新规定 吃一碗米饭 就能得到一包辣条 小妹 黑暗魔王一定能吃六碗米饭 所以他的辣条最多 米饭那么难吃 我才不要吃呢 所以你没有辣条咯 米饭那么难吃 他们是怎么吃下去的 哇 但是我也好想吃辣条啊 我得想个办法 我吃了六碗米饭 我吃了四碗米饭 还有我 还有我 我吃了五十碗米饭 什么 怎么可能 我才只能吃十碗米饭 我没有撒谎 让我用真相方大县看看 滴滴 检测到 熊妹没有撒谎 黑暗魔王撒谎 哎呦 我只是个路人 怎么把我暴露了 我跑 哈 看到了吧 我真的吃了五十碗米饭 不错不错 奖励熊妹五十包辣条 耶 谢谢老师 熊妹 你是怎么做的呢 快教教我吧 咚咚咚咚 看看 这是这个超级米饭 一次只能放一笔米饭 所以我一次能吃五十碗 哇 太酷了 可是 这样是不是作弊啊 小雪 你不要胡说啊 嘿嘿 明天我也要试试 今天 我来给你们发辣条 希望不会被发现 黑暗魔王 八包辣条 小雪 三包辣条 熊妹 五十包辣条 大宝 两百包辣条 谢谢黑暗老爹 有问题 黑暗之力 真相放大劲 滴滴 点脆到大宝熊妹黑暗魔王小雪有异常 全部都有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 我知道 小雪和黑暗魔王用魔法筷子吃饭 他们吃的米饭是有味道的 怪不得 小雪说自己吃的米饭是披萨味道 黑暗魔王都是汉堡味 我们只是改变了米饭的味道 但是真的吃完了那么多米饭 嗯 可以 黑暗魔王和小雪的办法很聪明 算合格 给你们辣条 耶 太好了 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 我们 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用了很小的碗吃饭 什么 这么小的碗 但是学校确实没有规定用多大的碗 勉强算你们合格吧 给你们辣条 哼 不公平 不公平 哎 老爹 这辣条我不能要 我的确没有吃完那么多米饭 对 不会认识到我们做错了 如果我们接受了辣条 是对其他同学都不公平 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吃饭 淘宝熊妹 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是好孩子 还是给你们一人一包辣条吧 谢谢老师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最后做的对吗 只能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 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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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